蓝结晶 曾经亮却舞台山的蓝结晶,于11月3日被发现在家中去世,结束了55年的坎坷人生,令人唏嘘不已。 更揪心的是,蓝结晶生前独来独往,与亲人失恋多年,其包见蓝结晶在两天后才现身恋房认识,见妹妹最后一面。 而那时蓝结晶的尸体已经出现变化,之前香港演艺人协会曾提出会协助安排蓝结晶的后世,不过遭到了蓝结晶的婉拒, 对此,不少网友猜测,蓝结晶之所以会拒绝帮忙,是因为曾志伟的缘故。 曾志伟曾连任多届演艺人协会会长,直居前两年才卸任,但影响力依然存在。 而蓝结晶生前曾自曝,遭到两位影坛大佬姓亲,曾志伟被指示最大嫌疑人之一。 虽然在今年一月,曾志伟发表了律师声明否认传闻,更特地召开了发布会澄清。 但依然未能平息网友的质疑,蓝结晶去世的消息传出后, 大批王游泳的曾志伟为佛下辱脉,指她是害死蓝结晶的凶手。 不过曾志伟并没有受到影响,11月5日还飞到台湾出席导演朱颜平儿子的婚礼。 更在台上打开玩笑,看起来心情不足。 事实上,蓝结晶和曾志伟曾经颇为熟络,有人扒出二人昔日合照。 从照片背景看,应该是在一个生日派对上,曾志伟坐在中间,被罗慧君和另一女星用蛋糕磨脸,玩得十分开心。 相比之下,蓝结晶表现得较为免贴,就坐在嘴边上,飞飞地笑着,手里拿着一个装了蛋糕的碟子。 转折点似乎出现在1999年,当时有中刊报道蓝结晶的心里已出现问题。 而曾志伟刚好和邓翠文在新加坡拍摄电影《星月》,于是便邀请蓝结晶去探发顺便翻新。 在当时的采访中,曾志伟趁蓝结晶因父母去世受到打击情绪低落,经过此烫散新军旅后变得开心。 不过邓翠文的说法是刚好相反,他认为蓝结晶依然不开心,且更加钻牛角尖。 2013年刘嘉玲谈到蓝结晶时,也透露曾志伟是高人,只有他可以进入蓝结晶的世界。 这句话后来被解读为刘嘉玲说漏了嘴,暗示曾志伟确实做了对不起蓝结晶的事。 究竟此事的真相是怎样?恐怕要等曾志伟自己出来交代才行,不管怎样,希望蓝结晶在另一个世界能活得开心,忘掉这辈子所有心酸与痛苦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